娱乐第一眼 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王杰原名王大为 黄语男歌手 演员 音乐制作人 他的音乐作品呢 大众可能不太了解啊 最广为流传的 应该是他自己所说的下毒事件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如今的王杰呢 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巨星 然而提起王杰啊 却总是绕不开这一个话题 这其实啊 也大家一直挺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当他说嗓子被毒的事件 这件事的起因呢 源于在2010年的时候 一位王杰的老粉丝 吐槽王杰唱歌的嗓子越来越差 并且还说出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下毒了 这种话 据说啊 是这位名为白色流星的粉丝说的 在此言论发表的两个月之后呢 王杰便开始上节目诉说 自己被不同年代的不同歌手 下毒的悲惨经历 第一次说自己被下毒的这件事情啊 是王杰做客非常近距离的时候 当时呢 他是以四大怪物为话题 含沙摄影后才提及自己的中毒事件 这个言论散播非常广且持续多年 当时四大天王尤其是歌神张学友躺枪严重 此次采访之后 网络上便冒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言论 说王杰是在当年四大天王被评选之前被投毒 第二次王杰在新闻当事人声称是助手下毒 此次中毒的时间线定位于他重返香港乐坛 离开某公司之前 此言论使英皇公司老板杨寿成躺枪严重 但是仔细捋一捋啊 便能发现问题 正如他本人所说 他是在1999年重回香港发展 伤心1999发行于1999年8月17号 而他1999年12月20号才与英皇签约 2009年9月便约满离开 所以按此说法呢 他本人口中的某一家公司并非指英皇 而是指上个公司 王杰本人将此次下毒事件当作自己事业不振的原因 第三次是在《非常凤凰道》中 王杰提出是给他饮料的是年轻人 使英皇年轻艺人躺枪严重 第四次是王杰做客艺术人生的时候 但此次并没有提到人和时间线 第五次王杰在2016年6月19号当天 发布说自己被下毒一事 让时间线又变成了九年前 即2007年时嗓子坏掉 插播一段时间回到2004年 当时的王杰上《肺育清》节目唱歌 王杰说他本人能控制嗓子沙哑 很喜欢沙哑的嗓音 而且痛恨自己没有那种嗓音 按照王杰本人的说法 他的嗓子究竟是90年代初被四大怪物针对 还是2000年左右被注射或者年轻人针对呢 又或者是2007年嗓子坏掉 从王杰这几次谈到的下毒事件来看 还有一些其他的矛盾点 一关于下毒物质不同版本 2010年非常近距离中了千毒 就是少数的水银 是王杰本人的说法 但这句话本身是错的 先跟水银是不同的物质 而他之前言之凿凿的千毒 之后又被他自己否认 他在2014年凤凰非常道 声称忘记种什么毒了 只知道那种毒会使生代实化 如果把王杰视为演艺人 上面的情况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人家是唱歌为生 弄不懂铅和水银 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王杰曾经公开说过 自己学过物理 也就是理科出身 理科出身 怎么能不知道水银是狗 而不是千呢 二 关于下毒后的反应 不同版本 2014年接受的两次采访中 中毒时间一次是 时隔四五个小时 一次是不到一小时 王杰从来不指明 道姓下毒人是谁 又装大度不报警 造谣影射 或许还能抬高自己 只是可怜了无辜躺枪的各位老板和艺人 失去的嗓已经失去了 就像光阴逝去岂能再回 赢了的人已经赢了 输了的人就是输了 我从不怨不恨过谁 因为我早已经学会了话 悲愤为力量 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 现如今呢 王杰已经渐渐的淡出了歌迷的视野 即使有王杰的地方 他也是相当的低调 完全不像一位歌坛浪子 要知道早在三十年前呢 提到王杰 那就是华语歌坛数一数二的大咖了 看看当年和他平起平坐的张学友 刘德华 即使到现在出场费也是杠杠的 再看看王杰啊 未免有些落寞了 王杰认为 现在懂音乐的人少之又少 歌手刚出道的时候呢 带着真情实感去表达 总是容易让人感动 歌手做的时间久了 就会变得怪强怪调 行为怪异 甚至有人会利用歌迷抹黑对手 以达到自己的事业高峰 这种环境让人变得虚伪 在音乐的世界里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王 更没有所谓的歌神 因为他们已经忘了 什么是真正的音乐 王杰这条动态呢 引起极大反响 其中所指的天王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综合娱乐圈的四大天王 刘德华 张学友 黎明和郭富城 所谓的歌神矛头 更是直指叱咤 乐坛鼎鼎大名的张学友 王杰的忠实歌迷大赞其勇气可嘉 敢于直言乐坛的阴暗面 不忘初心仍然保持着真性情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 王杰高调发声实为不妥 作为成名已久的歌手 言语间夹枪带棒 滚扫一大片 尤其是像罗德华张学友这样的 德高望重的殿堂艺人 施着偏颇 后来呢 王杰再度更搏 反击那些质疑他的人 全部内容如下 其实类似这样的真性情的发生 此前王杰已经有过很多次了 我们大致来了解一下 2010年 王杰做客鲁豫有约的时候呢 提到这位张姓朋友歌神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说的是张学友 并且放话说你不是歌神 你如果是歌神的 那么杨坤和韩红 那些是什么呢 那释迦牟尼佛了吗 不变成 2012年 王杰做客山东卫视歌声传奇节目 主持人故意引导他说 我记得你还有的 MTV里面啊 刘德华有演过 王杰直接回答 跟在我后面跑腿的那个 王杰所说的四只怪物啊 也很容易引人遐想 其实王杰口中的四只怪物呢 指的是酗酒 赌博 狂躁 抑郁 当年香港的媒体天天都是这样报道他 但也常常有人拿他出来 与四大天王比较 在港台两地的四大天王中 王杰的对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齐琴 站在纯粹的音乐人角度啊 单就创作一项 香港的四大天王被台湾四大秒成渣 台湾四大天王里面周华健虽然出道比王杰要早 但他属于大气晚成的选手 王杰一飞冲天的时候 华健还在唱着口水广告歌 不过现在周华健的状态呢 可能保持的最好 Live水平堪比歌神一战 估计其他人都要卸菜了 童安阁则与王杰的气质不符 属于满身的书军气息 标准的王子形象 仅限年轻史啊 童安阁的巅峰时期呢 在所有天王当中最为短暂 80年代末声名雀起 90年代中期呢退出 复出之后沦为前著名歌手 王杰与齐琴称得上是戚风对手 男人同样以不羁的浪子形象之人 一个是歌坛孤英 一个是乐坛独牢 不仅深入人心啊 并且都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直到现在仍有两人的死忠粉 在持续论战 究竟谁的乐坛成就更高 两位大神都有独特的气质 极具声音辨识度 巅峰状态都淡得起 轻量无比四个字 就创作水准而言呢 罗大佑公推第一 齐琴和王杰在你们眼里 怎么排呢 这个问题啊 诸位看客应该都会心知肚明了 就是论事的讲啊 单论创作水准 小歌协琴呢 应该更胜一筹 不对啊 应该说是铁定更胜一筹 但在浪子王杰的观念里 张国荣时代过去后呢 香港乐坛侍奉日下 他自己也毫不讳言 1987年 王杰写雷霆之事 在台湾歌坛出道 有人用穿着王炸出道 来形容他的爆红程度 王杰以他独有的 孤独和质感 树立起浪子形象 成为了那个时代的 标志性印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的